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广东话嘉宾访谈话节 大家都知道,其实多伦多是一个很多人 不同组织的人都会聚居的地方 很多新移民为什么会选择移民到加拿大 其中一样,一定就是我们的国家福利很好 一说到福利,很多人第一样想到 就是我们的医疗福利非常之好 不过不知道各位家庭观众有没有想过 其实很多没有身份的人士来到我们加拿大的时候 可能得不到医疗保障 不过这个情况向多伦多就不要紧 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一个团队叫做Imagine 他们是专用这些没有身份的人士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 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出场 现在在萤光幕,看到左边的位置是张亦勤 而右边的位置是吴义乐 首先欢迎两位 Hello好,他们两位好 欢迎你们两位抽空上来 和我们介绍一下Imagine这个团队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我知道Imagine这个团队是专为一些没有身份的人士 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 不如请两位再加多详细解释一下 我们的诊所有五个医护人士 有个护士,有个医生,有个物理治疗师 还有药仔绍,还有社工 我们一起和学生帮一些没有身份 还有没有保险卡的人可以进来 我们帮他们见他们,做一些评估 做一些医疗计划 还有给他们这些药物的医药 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概念我自己很欣赏 因为很多可能没有身份的人士 都会有医疗的需要 可能病了,但又没有欧协卡的时候 就没得去正式的家庭医生看 可以向哪里求助呢 就可以找你们帮忙了 因为我知道你们还会给免费的药物 提供了 对 其实很想问一下你们 就是Imagine这个团队成立了多久 是,我们的免费诊所就是2010年开始 不过Imagine这个idea就是07年的时候开始 最初这个idea是怎样来的呢 idea是有一帮多很多大学的学生 见到有两个需要 一个需要就是在学校 常常都听到一些教授说 未来的医疗服务是要用跨专业性的manor 来到帮人的 不过我们读书的时候 没有什么这样的机会 跟不同的profession的人来来往 Imagine就想提供这个need 第二个需要就是多伦多里面 都有很多边缘人士 有很多人可能他们没有保险卡 又没有身份 有些新移民刚刚来到 有三个月就没有保险的 有可能有这些需要 Imagine就想帮这些人 那你刚才提及到没有身份的人 其实会是哪一类人士没有身份呢 Ira已经说了几个 不过其他人就是一些学生 如果他们来了 但他们的维承就expire了 如果他们想继续在加拿大住 他们就没有身份 第二个就是其他一些贡献 如果那些老婆 那些家人叫他们过来 还有他们的relationship 就真的不好 如果有些罪犯 还有他们走了 那些人就没有permanent residency 就没有身份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如果那些人就 导致进来 还有如果他们的visitors 例如他们过来几个月 或他们过来几个月 不过他们多留这个时间 他们都觉得没有身份 明白 那我刚才听到你们讲过 你们的诊所里面 还包括有社工的 是不是其实就算 如果你不是伤风咳 就是这些身体上有毛病 你心灵上有毛病 都可以寻求你们帮助的呢 是的 那他们就 很多时候那些人进来 就不是有伤风卡 不是有桶 他们就 例如他们没有地方住 他们没有工作 还有没有地方去 没有食物 那些社工 和其他一些主义人士 就一起和这些人商量一下 和他们一起沟通一下 怎样帮助的人最好的方法 还有医疗那些方面 包括社工那些方面 那些药制师那些方面 一起帮助的人 可以说是 全方位为这些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服务 不仅是病的时候可以找你们 就算有任何问题 包括没有工作 或者没有食物 都可以找你们寻求帮忙 原来 非常之好 我想问一下两位 你们诊所的地点在哪里 地点在多伦多 Downtown 在Queen and Bathurst 我们的地点是168 Bathurst 我想知道你们的服务 是否要收费 没有 是费用全面 是的 我很好奇 既然是费用全面 那你们的资金来源在哪里 我们就是 都是由学生会来 来 资金给我们 譬如在多伦多大学 那些医学生医学会 就资金给我们 读病院 也有很多人资金给我们 还有第二点就是 跨专业的人 还有其他学生 全部都是义工 我们不给自己 他们不用收我们的钱 医生 医生 护士 全部都来 是免费的 很好 亦都可以省很多钱之余 亦都可以鼓励大家 多出来做义工 嗯 其实我知道两位 已经肯服务了一年多的时间 其实你们觉得 对你们自己来说 最大的得着是什么 真是见到 跨专业性的利益 其实我们读书的时候 我们只是学得 学到我们自己的专业的看法 我自己在读医 只是懂得看这方面 不过在Imagine里面 见到整个组织在 谈论如何可以帮病人 那时候 真是见到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 自己的专业 自己的看法 要整个人一起 才可以真是全体性的帮到病人 第二个东西 学到就是 真是见到很多人 很多学生 和很多专业人士 他们心里面 其实都是很想帮这些人 还有见到这些学生 其实他们很多时候 想读医那时候 他们写那些 Application Letter 每个人都说 是想进去帮人 不过一到学校 就只懂得读书 因为有很多东西 要记录 那你没读完 都帮不了人 是 有Imagine 这个机会 那些学生 就真的很喜欢 多了很多实习的机会 是吧 那你呢 那我都是 好像Enoch 不过我都 因为我们差不多完 这个 下个礼拜 就是最后的那个日 那我们就 十月就开门 不过呢 我自己就 我自己学了 就怎样 见到那些人 是很复杂的 因为不就这样 我好像上次说 那些人进来 不就这样送风卡 不就这样病 有其他一些事好 其他一些问题 还有其他一些 worries 那 我觉得他们好像 我们全部都可以一样 因为我都会有病 我们都会有疼 还有要好 真的要 尊重全部的人 如果他们没有身份 没有地方住 是多的人来的 还有我们都要帮他们的 嗯 其实我觉得 最大的得着 就是令到大家 无论是学生 也好 都有很多实习的机会 是 因为可能在学校正月 你刚才所说 未必有那么多的机会 让你真的落手落腳 而请你们的帮助 你们义务性质的帮助 亦都真真正正帮到 很多有需要的人 我好 我好想问一下两位 如果电视机前面的 家庭观众 有兴趣加入你们的团队 其实可不可以的呢 欢不欢迎的呢 欢迎 就是帮我们做兼职 是 我们的兼职 都是在多伦多大学 读书的人 就是在里面已经选择了 是 如果你有些子女 是在多伦多大学 读书 我都可以 联络他们 联络他们 那些专业人士 你都可以帮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一个亲手的 OK 那当然了 如果不能实际上 出力帮手的话 另一个帮忙方法 一定是跟你身边的朋友说 我们多伦多 其实是有一个 那么好的团队 义务性质 为一些有需要的人服务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忙 是 多谢两位 今天抽空上来和我们 聊了这么久 希望下次可以再请两位上来 还有再请来 可能你们的团队成员 一起再分享多些故事 OK 多谢两位 现在先休息一会 待会回来再见